机场举行三跑十公里赛 不少的跑手说 在跑道上比赛体验很新鲜 机场三跑十公里赛在机场中跑道举行 比赛期间南北跑道如常运作 跑手一边比赛一边可以看着飞机升降 天色虽然一般的 也落着微雨 但仍然可以看到停泊在两边的飞机 多组的比赛一共吸引一万二千人参加 包括热外跑步的艺人周仁发 难得一次机会 怎可以不打卡留恋呢 由这个角度看 究竟是飞机快还是跑手更加快呢 不少跑手都说机场跑道平坦 体验难忘 平时没有机会在机场可以走 但这次有机会可以走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跑手说有甘心无来世 所以南航是开跑的时候 因为那个感觉不同 平时那些是一些道路赛 但是这次是机场的跑 就会很特别 还有感觉看到飞机和你一起跑 好像很兴奋 机场能看到飞机 困难只能看到海 我们过来坐摆渡车 然后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给我们风调 感觉比赛服务非常专业 然后在这个来跑道之后 汽油间也有很多 感觉整天安排还是比较满意的 财政师傅司长黄伟伦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等等就参加领袖杯 还有海关关长何培山 消防处处长杨恩健等等 最先冲线的是田总副会长 警队监管处处长吕錦浩 经文联立法会议员陆汉文就紧随其后 赤立国机场26年前开幕之前 也都曾经举办过跑步赛事 今次就慶祝三跑系统落成 机管局预计 今个月28号正式启用之后 可以提升整体运力5成 现在我们估计药膜是去到疫情前 85%至90%左右 我们预计到今年圣诞 应该可以回复到疫情前 除了有10公里赛市 另外也有5公里和3公里赛 我知见司机就是《一流进玉部》到